年轻人对于农业和畜牧业一般都抱着近而远之的态度 不外是嫌辛苦 嫌收入少 不过只要用心做 农业和畜牧业其实是一门很有前景 收入可以很丰厚的行业 马清总团长拿督张胜文表示 我国天然资源虽然丰富 但是参与农业领域的年轻人有待增加 他鼓励华裔青年踊跃基深农业 不应该对这个充满商机的行业存有偏见 尤其是我们华裔青年 更加应该弹开我们的胸膛 全面地投入农业这个行业 因为农业是一个非常广的行业 不要听到农业就把它贬为低级的行业 会弄脏脏你的手 你不能够在冷气房里面一个礼拜工作五天 然后你又 complain交通不好 塞车 如果你觉得你想改善你的生活 农业从一般的种植 蔬菜 水果 到畜牧业 养殖业 这个畜产 包装 这个都是一个庞大的生产线 当中的利润都非常的高 张胜文星期四颁发青年农民合作社 和资历合作社共同推荐的 农业微型贷款计划的五万令吉贷款 给乌鲁冷月的三十二岁农民董富荣 扩充农业和养鸡场规模 张胜文认为 农民至今依然只会埋头苦干 不懂得营销和了解消费人需求 导致所卖出的产品价格 和懂得包装产品的农民有天渊之别 因此懂得推销和包装产品非常重要 炮新闻 陈辉新报道